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波浪会即将召开之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以及多位与会国的官员表示 举办进博会展现了中国开放的形象 多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表示 进博会受到全球关注的背后 是中国展现的全方位开放姿态和践行多边主义的决心 中国正在加快与世界融合的步伐 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贸易实现互利共赢 多样性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名片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是世界的出口大国 但远不止于此 中国的成功发展已经成为典范 中国正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与世界进行融合 中国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国家 中国正在重新调整增长模式 此次进博会可以扩大进口 我们欢迎进博会举行 我们期待中国继续在多边贸易体系中 发挥重要作用和其他各方一道克服贸易壁垒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卢旺达等国官员表示 中国举办的首届进博会非常成功 他们对于第二届进博会非常期待 同时相信进博会将会给各国带来新商机 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和进步 三分之一的参展商在进博会过后马上就报名参加第二届了 所以表示大家觉得进博会还是充分地肯定 而且也知道它的重要性 那这次我们总的展区面积是1600平米 是比去年增加15% 而这个是得来不容易的 因为每个国家都要求扩大展区 机会难得 我将帅团参加 我很激动 因为可以借此机会 证明马来西亚不仅仅可以向中国出口榴莲燕窝 我们还希望可以加大出口电子产品 以及化工领域的产品等 中国加强国际贸易脱边体系的努力值得赞赏 马来西亚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 也希望积极参与其中 我们对这次的进博会有很高期望 我们特别希望可以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同时我真的很赞赏中国的开放政策 给了外国企业在中国销售产品的机会 同时我们也从中国进口商品 举办进博会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 也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